怎麼樣去做那個共用的 我寫在雲端 這個剛剛的批次 批次篩選部分的話 有個批次篩選業務產業別等等 但如果有共用的地方怎麼辦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改為共用的 共用程序 或者叫共用的SAP也可以 那這個地方與傳遞參數 那怎麼傳遞參數 一我們直接來做修改 那我們用剛剛的那個批次篩選 業務來做修改 那這邊的話呢 會有兩個地方不一樣 一個清單一個欄位好了 那改的方法 就是利用剛剛的 這個批次篩選 產業別 批次篩選業務好了 用這個 這個批次篩選業務 那我就直接把它Ctrl C 然後呢 直接 直接拿這個來改好了 算了 我就不用 第一個呢 先把那個批次篩選業務 業務兩個字刪掉 給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找出他們的地方 有哪些地方 是將來需要改變的 我可以用傳遞 傳遞那個參數 那這個地方 A跟這個A有沒有 這兩個是一樣的 而且這兩個是雙引號 表示它是一個自竄 有沒有 可能是A 可能是B 可能是C 可能是D 或以此類推 那它一定是一個文字 OK 第二個呢 是它的這個 這個是一個什麼 數字 有沒有 這個是藍 藍位還是藍數 反正我們名稱的話 盡量統一好了 看我剛剛這個地方用的是 用藍位好了 OK 或者藍數也可以 好 那我要怎麼做修改 一 請你在這個小瓜糊有沒有 裡面的話 找出它的 兩個部分的不一樣 所以我第一個打一個清單 這個名稱也是自己取的啦 用這個清單 來代替這個A喔 那 裡面我是建議啦 當然你後面其實 不用 不一定要加這個 叫資料型態 不過呢 為了說將來人家呼叫的時候 讓人家知道說 你要傳一個 字串給我 所以我一般習慣會 在這個後面加一個資料型態 S string 這個可加可不加啦 就跟我們宣告變數一樣 可以加也可以不加 那不過呢 為了說將來因為你要給人家呼叫 如果你沒有定義好資料型態 他可能會傳 不是數字給 不是文字給你 那就可能會出錯 OK 所以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第二個的話呢 是欄位 哪一欄 所以我們這邊加一個欄位 那這個名稱也是自己取的啦 如果你覺得這個名稱 你 不容易理解 那你可以自己取 別的名稱也OK 然後 S 後面一樣 告訴我是一個 整數 所以你可以什麼 Integer Integer就整數的意思 當然呢如果你對於那個資料型態 哪些是哪一些 比較不太清楚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上面按一個F1 比如說S string String你不知道 你可以在上面按F1 那在那個他的說明裡面呢 也會跟你講很詳細的有關資料型態的說明 好像剛剛好像 字北 對 就是搞不清楚那個 就是搞不清楚那個 對 因為很多人可能 對於那個資料型態的概念不清楚的話 P的數字 為什麼 穿不出來 對啊 對啊 所以因為你輸入到表單裡面 文字欄位 它就是 就是文字 雖然你看起來 它是數字 但是 它 還是文字 所以你要 必須轉成數字 再來計算 才會成功 不然如果你把它加在一起 它會以為文字加文字 比如 你可能是什麼300 加10 應該310 就要變成 310 因為它以為你是兩個文字要串接啦 OK 那這邊的話有個所謂的資料型態 你可以點擊F1 另外的話這邊有個請參閱 請參閱裡面的話 上面還有嗎 把它執行好了 裡面我記得這邊其實是有一些 對應的資料型態的部分 那你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請參閱這邊 有一些什麼 資料型態摘要 所以你可以從什麼 從 Stream 或Integer裡面 找一下有個資料型態 的摘要 還有相關的啦 我想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這個是免費的那個 官方的說明檔 免費的官方說 這個跟 有點像一個電子書啦 如果說有一些時候 假如細節部分不懂的話 建議是按F1 然後裡面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指的 就是 資料的形態 的摘要 那比如說我們常用的 有這一些 像哪一些呢 常用的像 如果是整數的話 常用的是 Integer 有沒有 剛剛用的 還有Long 那有什麼差別呢 第一個 這邊一定是整數 所以沒有小數點 那 Integer最大 是 32767 所以如果你那個數字會超過 32767 請你 一定要改成Long 否則他放不下 放不下 程式就會有BUG 會出現什麼意味 超過那個 數字 你如果放一個 32768 很抱歉 放不下 因為他最多呢 只能容納這麼多 你不能放超過 所以怎麼辦 改成Long 但是他最大的差別是說 儲存空間有沒有 他如果用Integer 只有兩個 未圓組 但是如果你用Long的話 會有四個 不過因為現在硬碟都太大了 差差沒多少 所以 你乾脆如果你怕錯 直接乾脆宣告成Long就好了 OK 這樣的話呢 就一勞永逸 他最多可以放多少 百萬千萬 億 21億 如果你還擔心 20億不夠放的話 你可以放什麼 這個底下的 有個叫Double 8位元 Double的話 可以放非常大 放天文數字都應該 可以放得下 如果你覺得Double 好像還不夠放的話 你還可以再往下 好像還有更大的 14的 這個 反正就是很大了 我也不用去算說 他可以放多大 但是他的缺點一樣 就是你可以放越大的數字 相對的他的那個什麼 空間會占用的越多 那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概念喔 跟資料庫裡面的資料形態 是幾乎一模一樣的 兩邊是相通的 只是說一個是放在城市裡面 一個是放在資料庫 那城市運行的時候是暫時存放 那資料庫裡面是永久存放 兩者之間的差別在這裡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你是整數的話 常用的就是這兩個 Integer跟Long 如果你是數 你是那個什麼呢 你是那個 有幅點的 所謂的幅點 就是說有小數點 那你就用Single Single或者Double Double用的比較多啦 但如果你要節省空間 你就用Single就可以了 不過 因為現在空間都很大 所以我都教說你乾脆用Double好了 一勞永逸 OK 那如果說呢 你要更大底下還有 另外還有時間 日期啦 日期 部分 然後 其他還有String 置串 那置串的話呢 它這邊有固定的跟非固定的 非固定的話 最多可以到 21億個字 OK 或者是什麼呢 裡面它有可變跟不可變的 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如果細節假如不知道的話 可以直接按F 從那個 這邊按F 1 它會跳這個說明 然後你可以再去找那個資料形態 參考這邊我剛剛講的這個 OK應該很好找啦 那 其他Integer也是一樣 然後 我們 第一個呢是把那個批次篩選業務 後面加這兩個東西 再來的話呢 我要把清單 去取代這個A 跟這個A 用藍位呢 去取代這個 所以我怎麼取代 1 把清單 複製一下 2的話呢 把這個A拿掉 那如果 要把它跟後面串的話 你就清單AND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是A 那就A跟2串在一起 就變A2了 OK 那這邊的話也是一樣 直接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清單就可以了 它就是如果A 那就把A放在這裡 應該看得懂吧 再來的話呢 欄位的話呢 那就是把它跟這個 這個改一下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的 共用程序就寫完了 所以1 我直接把那個批次篩選業務 後面加這個東西而已 再加這個 OK 第1個 第2的話呢 可是問題來了 你要怎麼呼叫它 呼叫很簡單 就是比如說你剛剛有個 P4篩選這些有沒有 那就不用了 這邊把它中間拿掉 留頭跟尾就好了 P4篩選什麼 業務 對不對 P4篩選什麼 產業別 那我把它 複製 P4篩選 業務 呼叫的方法特別注意喔 剛剛不是這個嗎 你就用call 打一個呼叫 我不是重寫 呼叫什麼 P4篩選 加到後面 然後錢瓜糊 有沒有它會跳出 請你告訴我 你的清單在第幾欄 我在A欄 而且後面會秀出 String喔 表示說你要給我一個是文字喔 OK 所以A A欄 所以這邊 逗點 它會出現欄數 第幾欄 查第幾欄 第3欄 那如果你擔心說 細節不太知道 我是建議你底下可以再做一些 詳細的說明 傳什麼傳什麼 OK 然後產業別的話呢就是什麼 把這個複製一下 這樣子改成什麼 改成B 這邊改成什麼 4就好 有沒有 清單是 查B欄 查這邊的總表的是 第4欄 應該可以看得懂啦 然後其他的話 一時類推 所以最後的話還有什麼呢 還有 這個 產品跟客 跟那個客戶名稱 所以我們一次全部把它做完好了 有沒有 這樣子的話 C欄 查第5欄 D欄 清單在第1欄 然後查這個 那最後的話呢 再分別建立什麼呢 建立這個 我們的按鈕 所以按完 有沒有 123 那剛剛是要重做 我們 這個已經做了 上一下 你會發現 你看 沒錯 有沒有 然後這個的話 產品 看一下 沒錯 桌上行 筆記行 那如果是 客戶名稱有50幾個的樣子 按下去它跑比較久 看一下 是不是叉叉叉銀行 不過要看最後面這個 沒錯 OK 所以你會發現呢 如果用共用的話 它的好處怎麼樣 你只要把剛剛的篩選業務 改完之後 最後用呼叫 就OK了 另外如果說將來這個程式裡面有問題 你只要改一個就好了 你不用改四個 每個都改 OK 所以維護起來也比較簡單 請各位試一下 來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就是 把那個篩選 業務 改成 共用的程序 就共用的SUB 按下